糖尿病跟阴虚体质有关 如果您总是暴饮暴食 大鱼大肉 这胃里生热 自然就会上阴了 那究竟该如何灭了胃里这把火呢 上面两个药一黑一白 黑的是熟地 白的是生石膏 熟地自肝阴 自肾阴 肾阴为一身阴液的根本 自肾阴是真全身之阴 包括胃阴 从源头解决问题 对 是这意思说 对 那这石膏呢 生石膏呢 清火热 它清哪的火热呢 它不清下胶的火热 清中胶和上胶的 那不正好胃火吗 肺的有火用生石膏 胃的有火用生石膏 那正好你小骨扇脊有胃火 另外呢 生石膏清胃火 它不伤痞 这个药选的非常好 下边脉冬 脉冬是自阴 自哪阴呢 自上胶 中胶之阴 牛膝啊 它是引血下行 引热下行的一个药物 就把胃火给引下来 因为胃气 以降为顺 它要往下走 然后呢 还有一个脂母 脂母这个药很特殊 清热的同时能够滋阴 它是既滋阴又清热 它和生石膏一配五 就是清 胃中的 无形的热 这个五个药 配五在一起 这是中医的一个名法 叫育女肩 哎呦呵 这人听着就不错呀 它就是治疗什么呢 胃阴虚 要胃火 清胃火 养胃阴 而不伤脾 一共五味药 帮您喂了脾胃里的火 那这药都有啥剂量啊 生石膏跟熟地摆在上面 说明呢 上面那两个呢 剂量要大 一般的清胃火呀 生石膏啊 呃 得用20克 熟地呢 也是20克左右 脉冬15到20克 脂母和牛膝 10到15克就可以 是一天的剂量 这个方子只能是 煎煮不能 泡茶盐 所以说叫育女煎 先泡一个小时 然后煎煮啊 得煎煮两回 第一回得四五十分钟吧 嗯 煎煮得要透一些 第二次呢 二三十分钟就可以 一天亮 然后早一次晚一次 最好是饭后吃 嗯 因为你饭前吃啊 容易伤胃 因为它有寒凉的药 先吃一周到两周 嗯 因为阴虚内热呀 这是一个长期要去除的 嗯 一周到两周之后 再看情况 嗯 如果要效果挺好 接着再吃一周到两周 我来看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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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а